大家好,我是安娜伊,欢迎回来,斯芙兰春季折扣的时间又到了,所以今天就跟大家种一下草,护肤品的单品,我觉得哪个我用过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推荐大家在打折的时候购入或者囤货,然后另外我一年一度那个彩妆爱用啊就没有拍,因为我感觉好像疫情期间大家都不怎么化妆,包括我自己,但是有很多小伙伴在我发完那个护肤年度爱用的时候就一直问我这个彩妆爱用什么时候出,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两个都放在一起,因为有一些彩妆单品也是可以在这里, 斯芙兰买到的,那我就把链接放在下面,有些不能买到的,我也是找其他的一些链接都放在信息栏,欢迎大家查看,那斯芙兰打折那个春季的时间的安排呢,是4月1号到4月11号是入职会员,8折,4天以后4月5号开始是VIB的会员,然后4月7号是其他的会员,一般的会员insider,那先说我发现的非常非常惊艳的,就是斯芙兰的新品里面,我个人觉得一定要买的,我真的是用完之后真的非常惊艳,就在 洗发护发的这个类别,就是植村秀他们家今年新初的这个洗发护发,分好多个系列,我自己尝试之前买的是这个黑色的,应该就是极度修护的那种,我买了三件单品,真的太好用了,就以前护发的单品,在我心中天花板是Cicely家的洗发护发产品,但是用了这个我就觉得,我好像不想再回购Cicely家的, 这次的这款修护的发膜,它真的是蛮贵的,我记得是69吧,然后是200毫升,用了有一个多月两个月,其实没有见少多少,有点像酸奶那种半透明,只需要一点点,你头发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顺滑亮泽,而且不用每次洗发都用,我感觉就洗大概两三次头,用一次这个发膜就可以了, 一个小包装,我打算再回购正装,是一个免洗的润发乳液,你看还有点流动性的,然后呢,它就完全不会让那头发很黏,出油什么的,但是这个头发又觉得很保湿的感觉,这个发油也惊艳了,用过很多发油,我最喜欢应该是Milene Cavedo家的那个黄金发油嘛,那个很贵,一瓶我记得90美金,这个发油150毫升是69,我这是小的30毫升是28,精华油的质地,就是简单稍微涂一点点,护理一下, 就很少的亮,头发就变得非常的柔顺,顺滑,然后阳光一照上还有光泽,它这个香味也是特别特别高级,就是很高级那个酒店或spar里面用的那种产品的味道,面卸妆我就放一起吧,然后还是,我是不是上次打折就推荐过,最近我为什么一定要再推荐它,虽然它很贵,前一阵子做激光啊,用A唇,还用勤昆,就是蛮刺激,经常脸颊这片就感觉皮肤变得特别薄,然后感觉很脆弱敏感, 我即使不化妆涂了防晒呢,我也喜欢用它这个卸妆油,非常的温和,对皮肤就感觉一点都不刺激,用别的我就觉得稍微有点刺刺的,因为防晒最好还是卸妆油卸一下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款实用感啊,然后非常温和,非常的修复皮肤,我觉得很棒,就是手头背一个吧,如果你做医美的话, 是我回购的第二瓶了,就是斯芙兰上独有这个牌子,叫Alphin Beauty,他们家的一个AHA和VC,就是果酸加VC的一个洁面,搓出来是有一点点泡的,洗得特别干净,然后那个果酸你是确实有皮肤洗完很光亮的效果,虽然说洁面一般就洗一下,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除了清洁以外的效果,但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让皮肤变平滑,变提亮, 然后第二个,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干皮,或者是作为晨间截面,就是Kate Somerville家的这个养奶截面,这个小的是空瓶大的,也马上就要用空了,大概就剩这么一点点了,就是面霜的cream的那个状态,完全不起泡的,我早上喜欢用它,就非常的温和,有一种香草的那种奶香吧,一开始我不太习惯,但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我觉得这个截面非常好用,推荐给干皮,或者早上清洁,下面我很适合在斯芙兰打折,如果就是防晒了,因为现在拍视频, 说还没开始打折嘛,但我查了一下,发现,就是我最喜欢这个Mirage家的这个防晒,好像没有货,就下架了,我不知道它打折今天能不能上,如果上了,我自己是一定会买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用的物理防晒,然后另外这个是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兰芝今年新出的这个新品防晒,它还挺便宜的,30块钱,大概是50毫升,面霜的那种状态,它不具有流动性,你看到了,所以它其实是蛮滋润的那种感觉,涂到脸上也是, 是不泛白的,另外涂到眼睛近了,也是完全不会熏眼睛,它就是利维夫Revive家的那个防晒的平替,那个防晒大概100多美金,很多人反馈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四种防晒剂和那个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只是成分上稍微差个0.5啊,1%这种百分点,比较的话,我觉得兰芝的还要更滋润一点点,那下面就推荐几个精华,先是眼精华,毫无疑问,我继续推荐这个Dr. Dennis Gross家,这个释黄唇, 阿维酸眼精华,然后它们最近好像又新改版了,因为我这个是打折前,就是三月份刚买的,之前的用完了,我又用试用别的,就觉得没有特别好的,就还是回购回来,然后这个比起以前的那个状态要更水了,就是涂到眼睛上一秒画成水状,成分也非常好,有湿黄唇啊,有阿维酸,还添加了补骨之分, 就是Bacuchil,它是一个植物的,就是类似可以起到A纯抗老效果的一个植物性成分,然后整个用下来在眼周也非常温和,虽然是A纯产品,完全不会觉得刺激,价格也没有特别贵吧,68打个折,我就觉得性价比超高,效果也特别好,实用感也特别好,我这个是已经用过第四瓶了, 还有一个眼睛华,就是Domalogica的VC眼睛华,但是它那是一个管子状的,我放个图在这里,我那个瓶子啊,用完之后就丢掉了,所以我没办法给它展示了,它那个也是很轻薄的那种,褶梨乳液状,有淡淡的那个黄黄那个颜色,它的VC呢,是VC延生物,也还有很多修复的成分,这个的话我就觉得可以白天用,就是你白天用一个VC眼霜,然后晚上用一个湿黄唇,他们俩搭配也可以,顺便说一下,他们家这个面部VC, VC的Serum,这个的话也是很好用的,就是很温和的那种,因为也是VC延生物的,你用完之后呢,如果上了其他的保养品,上妆呢,肯定不会是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单独的就感受它的话,它稍微有一点点黏,但是我也觉得很好用,所以Domalogica这个,就是这个橘色的VC这一系列的面部精华眼睛华,大家可以考虑入一下,我觉得都很好用,然后面部精华呢,就是斯兰打折,我选不出来其他的,比这个我觉得更值得入的,就是 是亚诗兰黛这个小棕瓶,叫高能小棕瓶,很有修复效果的,我觉得它是那个香奈儿的,就是Sublin Marge,那个800美金的那个精华的瓶屁吧,稍微比那个要有一点点硅感,但是修复的效果不相上下,已经推荐很多次了,我自己也是一直回购的一个单品,一个是我最近开始用起来的,我觉得很好用的,葡萄,葡萄紫油,葡萄酒的味道,稍微一点点发酵的那种, 发酵的那种葡萄的香味,然后它这个面油非常的轻薄,所以我就觉得像不喜欢很油腻,很厚重了,或者是现在季节不是转夏天了吗,我晚上的话,我现在基本不怎么用面霜了,就是用面油,那这个面油就很适合比较热的天气,因为非常的轻薄,价格也比较美好,因为这个牌子就是性价比蛮高的, 斯芙兰上就是这个油,它也有这个套装,这个是我以前买的,就是一瓶这个油,加上他们家这个希腊酸奶这个洁面,然后还有一个小的适用装的面膜,这个面膜我还没用,就这个套装应该性价比蛮高的,所以如果你缺一个洁面,或者你喜欢这个希腊酸奶洁面,你可以买这个套装,那里面就有一瓶这个小瓶的油了,它这么装30毫升,小瓶的是15毫升在这个套装里,大家打折也当然可以入蓝芝加这个唇膜了,我看它有一个套装, 套装吧,就一大一小的那个,有一个berry味道的,还有一个什么经典味道,这个唇膜都是用空了的,别的地方已经回购了,因为用没了嘛,就买了这一套有很多种味道,就蓝芝加唇膜也可以打折的时候入的,护唇的护唇油,它是设计特别好啊,就上面有一个这样的棍棍,就是平时你可以插在里面去取产品用的,然后颜值非常高粉粉的,里面这个是很固态的这种像润唇膏一样,它会给嘴唇一个很亮的 光泽,但是又不黏,所以这点其实非常好,你无论是单独又滋润,或者是涂在其他唇膏上面,就打造一个亮晶晶又滋润的这个效果,这个很适合,而且这个包装我觉得设计的真的很人性化,鞋带啊什么的都很卫生很方便,颜值又高,特别推荐,这个新品我好喜欢,面霜啊什么的,我现在一是自己很少用了,第二我喜欢的面霜可能也没有在私栏上买到的, 所以在这里就不推荐了,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分享我这个年度爱用的彩妆,我会说的比较简略一些,然后会尽量给大家配一些上脸的这个图啊 那就先说底妆吧,爱那种光泽型的滋润类的,但我不要求很强遮瑕的底妆 所以我最推荐的就是两个,一个是CPB加这个金钻粉霜,这个是我用空的第二罐 这罐就是非常滋润,它会打造一个光泽机,就是皮肤的光泽非常漂亮,但是呢完全没有遮瑕,就是跟素颜霜差不多 那我觉得它好的是,它的这个颜色很正,我买的是I10,就是它非常符合我们亚洲人这种黄衣白的皮肤 就它没有那么黄,它又不会很白,然后它又很透和皮肤很贴合,没有一种灰调啊,粉调啊,就是不太正常的调 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就是Dior家的这个瓜蜜粉霜,大家看我有20多瓶粉底液,然后这个还用了一半不容易 但我不知道这个还生不生产了,而且我当时就是没有买到,我买的是1N,就是稍微有一点暗了一些 特别我最近变白了,稍微暗了一些,它呢会比CPB的这个要稍微有一点点氧化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还有生产买的话,就是要买稍微亮一点的颜色 我这个1N对我来说是有点暗的,但我依然很喜欢它 然后遮瑕的话我想重点推荐一下,因为我的底妆就是清透 但是呢我有斑点,我有痘印,就靠这些遮瑕膏 一个就是很喜欢的,也是多次分享过,推荐过,就Dior家的这个遮瑕膏 这个斯芙兰有卖,大家可以打折入 我的这个颜色是EW,就是有一点点黄 那除了这个颜色我没有太选好以外呢 我觉得它好用就是它非常的creamy 就是你放在眼下一推,马上延展开 然后特别的服贴,不会像有的遮瑕膏又卡 或者是就感觉和底妆不能融合 然后它还是有遮瑕度,就是局部提亮遮瑕 或者就是当一个半底妆,你把它拍开 轻薄的来一层都很好用,然后也不卡味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遮瑕就很适合大面积的去涂 然后像我的色斑,豆印,我最喜欢这颜膏 就是Laura Mercier家的一个遮瑕笔 它就是两头,它一头呢是有点提亮 一头是有点遮瑕,但我觉得区别不太大吧 然后它这个好处就是很方便,它是旋转的 它这个膏体是比较固态的 所以它能呆在一个小小的区域 然后这个笔的大小点个豆印,点个斑 再用手稍微把边界模糊一下,就是特别特别好用 散粉粘度最爱有两块 第一个呢就是有一大半是因为这个颜值 就是Dior家的,它新出的就是上面有点像皮面 有点像包包的这种 然后它的那个包装特别好看,奶糊糊的这种颜色 然后它的这个粉非常细 就你拍的时候真的是飞的到处都是 而且它在脸上会保留你底妆的光泽 所以你不太希望那个散粉太雾面的话 我非常推荐,我看斯芙兰我现在看是断货的 不知道打折的时候会不会补货 大家可以查看,它好像分几个色号的 然后如果再推荐一个就是一大饼 这个是我买的挺晚的,真的是去年才买的 但是用上果然名不虚传 我就是买了一个小的,现在已经铁皮了 这个特点就是让皮肤变得非常的雾面 然后我这个色号是6号,非常雾面 有一定的控油性 所以油皮的话可能更适合这个 Dior的话就是中性皮啊干皮 想保留底妆光泽的可以选这个 这两个都是我很喜欢的 那年度最爱这个眉笔是日本这个SANA家的 这个我不知道用了第几支了 这是一个3 in 1吧 就是这边是眉笔 中间悬开是眉粉 那边还有眉刷 也是旅游特别方便 然后它们主要好处是有那种特别浅淡的色号 所以就是画出来很日系很自然的那种颜色 不是很好上色的那种 所以就是你手残一道画中了就很丑嘛 然后这个你可以慢慢的描绘 是我觉得我画的效果最好最自然的 以前大家每次就是问我 你今天用什么眉笔 99%全部都是这支眉笔画的 我画了其他眉笔就再没有观众问了 所以我最喜欢这个 也是回购了很多支的 眼线笔我最喜欢有两支 一个是液体的 这个Clio的Waterproof Pen Liner 最喜欢颜色是02号Brown 就是棕色的 今天也是用这个画的 然后我觉得它出水度啊 持久度啊 然后很细了 然后这个颜色也非常自然 我不太爱用黑色的眼线 所以就是每次都是棕色 再一支我最爱的这个眼线笔 是Hourglass家的 我也是选的这个 CANION这个颜色 是一个棕色的 1.5毫米的极细眼线笔 这个它笔芯非常非常软 所以转出来不要转太多 然后你轻轻一碰那个 你的睫毛根部 Waterline的地方 它就会留下 就是很好上色 不像一般眼线笔 你要使劲戳嘛 就挺刺激眼睛的 这个就非常好上 我就喜欢把它用在Waterline里面 然后让眼睛看着大一点 有神一点 所以这两支 一个是铅笔状的 一个是液态的 好腮红 21年最爱的 就是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 有特色的 就是爱马仕家的这个腮红 我当时就是也是忙买的 49号和45号 我还在小红书上发了试色 我都非常非常喜欢 一个是就是橘色 就是有点砖掉的 另外的一个是 这种玫瑰粉色 然后它的粉就是完全不非粉 然后上色力正好 就有不是会特别特别重的那种 像他们家唇膏很夸张的在脸上 这个49号橘色这一块 基本是完全雾面的 你可以把它就是刷在眼皮上 做一个打底 或者我经常不怎么化妆 就是一点腮红 再戴一下眼皮 整个看起来就很有气色 然后这个品质也特别特别好 眼影的话 我其实2021年真的画的挺少的 因为也是没什么时间 然后另外日常的话 就不怎么画眼影了 可能因为美国这边就一直戴口罩吧 真的化妆就画的没有那么全了 但如果让我推荐 我很喜欢的 就是我现在还会喜欢用的 包括我今天用的 就是这个3CE的 有一个 3CE的有一个雾面的 你看这一盘 就是它上面这个可以提亮 眉骨啊打底啊 然后中间就是过度 下面可以加深 我今天就用的这个就非常自然的 那种雾雾的感觉 就是很寒细 会略微有点非粉 但是我这个颜色主要是配色 我非常非常喜欢 用的最多的是这种单色眼影 因为如果不是画一个全妆 就那么仔细的拍视频化妆的话 平时就是一个单色的眼影 我觉得是最快的 又能给眼睛稍微有一点神的感觉 这是香奈尔家的这个New Moon 然后它是带有灰紫调的 是一个闪片色 这个的话放在眼皮上 其实一个眼睛就够了 推荐给大家两个 Charlotte Turbury家的单色眼影 我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champing 一个是oyster pearl 大家看它就是那种 撕断光泽的 这个香槟色呢 其实是一个很亮的颜色 可能不太看得出来 就是这种光泽 我一般点在眼中 oyster pearl一般就是打整个眼窝 它是有一点就是灰棕色调的 就是刷子或者手指 但是手指没有刷子那么精准 刷子刷一下 然后中间点一点点亮色 卧蚕放一点点 这两个颜色就是没有很多人推荐 看着很不起眼 然后好像张小慧推荐过 最后我今天就是眼中 会点一些亮亮的亮片的颜色 是这个Hourglass家的单色眼影 这个叫reflect 它是一个有点粉调的这个 bling bling的这种色 面色 你看有点粉调的亮片 另外一个ray呢 是有点棕调的亮片 对 它比那个香奈儿这个单色眼影 它的亮片颗粒都要大 要更闪一点 香奈儿这个就是要更碎一点 更低调一点的这个闪片光泽 所以这五个亮片眼影 基本是承包了我日常妆容 就是不想画那个很严肃的全妆的时候 随便涂一涂都非常非常美 修容高光 Charlotte Tabury家的 我买了一个小的 这个斯普兰也有 就是mini装的 一个这个佛光盘吧 一个修容 一个高光 给大家看一下吧 它这个光泽还是蛮低调的吧 不是很明显很亮的那种 这个好像好几年都推荐过 就是一直这么好用也不过期 就一直用下去 我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再尝试其他的 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好用了 鲜毛糕呢我是一直回购 去年一年也最喜欢 就是爱毒杀这个睫毛打底 从最开始那个红色的吧 现在就变成这种黑色版本了 因为我睫毛是稀疏的 就是不太承受得住那种 很浓烈的睫毛糕 就是很多液体在里面 这个是干干的那种 然后可以把我睫毛刷得根根分明 又很自然 我很喜欢 最后唇膏呢 去年一年度我最用的最多了吧 最喜欢的 然后每次用大家经常喜欢问的 八成都是CENEL家的这个 双头的这个唇釉 它的那个持久度实在就是天花板 好像找不出市面上 有比它持久度更好的 可能有些也比较持久 但会让你嘴非常的干 很不舒服 或者会斑驳 就是你时间长了 它就稍微掉一块 或者唇纹很多 这个没有 就是又持久 又很漂亮的嘴唇 里面我自己最常用的色号是154 这个就是一个很贴近唇色很自然的 又有点橘调的那种粉粉的日常的颜色 非常非常显元气的是176 Burning Red 这个我每次涂戴都会问 对 然后还有这两款 反正都是都是我很喜欢 以后再给大家做刷色 推荐就是我一直的最爱 Shallie Tabury家的 但都不是主流最火的色号 你看我现在 不怎么不怎么舍得用 这个Super Model 非常有气质的 有一点点灰调 灰紫调的 但是是一个粉色 但又有点橘 就是它平均的非常好 还有一个就是增糖 是我今天涂的 212叫Wood Block 就我今天嘴上涂的 以前我每次就涂这种砖色 咖啡色调 都是用的这一款 没有找到媲美它的 和它相似的 可能Suku后来也出了一些这个颜色 或者相当然有一些 就是那种裸色棕色 但是没有和它完全一样的 就是它的棕呢 还会平衡一些些橘在里面 颜色也非常的温柔 就是涂上不会感觉太暗黑 对还是很温柔 很气质的一个颜色 这个我也说用了非常多 它那种褶梨胶状的 就涂起来也很丝滑 很好用 以上就是非常 我估计非常长的视频剪出来 就是春季的斯芙兰打折 买什么这个护肤单品 我很推荐的视频 还有年度最爱的彩妆 那希望给大家种到草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就下个视频内容再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K